給點誠意好不好 它是真的同時太軟又太硬 在金鐘吃個午餐 雖然知道價錢也不會便宜 但我都希望稍為有些質素 拉麵作為我數一數二最喜歡吃的東西 今天吃這一間實在驚訝到我要特別給它 可以在商業大廈的這間店 來吃東西的都是打工仔多 名字我就覺得用中文讀有點怪怪的 餐牌看主要有當飯和拉麵 另外還有三款小吃 我自己就比較想試容易有伏的餃子 不過呢 在下單的時候餐牌直接封了 但在外面的餐牌就沒有 我就點了九州豬骨地獄拉麵 52元一碗金鐘拉麵算是便宜的 所以都不會有什麼好大的期望 不過一拿到份餐的時候 我的反應是 什麼來的這個 What the hell is that 我堂吃的 幹嘛給我一個外賣碗 還有這個是下午茶的份量 大家看一下餐牌 會不會差太遠呢 在網上看回原來以前堂吃的碗 雖然都是用外賣碗 但不是用唇白的 給點誠意好不好 精神點 任時演員都是演員 我們看完湯 這個真的是地獄湯來的嗎 救命啊 我卡住在天堂和地獄中間 正經了 我覺得味道有點淡 類似未簽的豬骨湯 再淡一點 很大機會都是開出來的 一隻糖心蛋都可以接受 純粹醃不夠 看起來就好像不夠色 而且不夠味 麵方面就用了細麵 質感就世界級 就這樣看已經覺得怪怪的了 有點像黏在一團 在這個moment 要爆了 但硬的感覺又硬的 一吃下去就知道什麼事了 原來我沒有看錯 它是真的同時太遠又太硬 外面臨到一坨 中間的位置還有少少硬的 類似未熟的感覺 就好像用了一些不夠滾的水 來煮公仔麵 而且又浸了它很久 就是這樣 叉燒有兩塊 質感就粗糙少少 但大家看看厚度 如果是即切的話 師傅刀工也蠻了得的 可以做到紙一樣薄 全碗味道最好 我覺得是筍 由於叫不到餃子 我就叫了個炸雞球 這個顏色有幾分似 難怪店舖名這樣叫 炸就炸得有點過濃 一夾第一件還要有半是肥膏 好甜 不過怎樣都好 我最後都吃完了 另外店家要求 吃客自己清理的垃圾 大家看看這個房間 在通道之間 垃圾已經接近堆滿了的垃圾桶 環境方面 我就覺得有少少不太衛生了 堂食都要外賣碗 真的方便快捷又環保 近期我覺得香港越開越多 劣質的拉麵店 味道比這間差的大有人在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share 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想給留言 記得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 請在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